請剪裁 好 送你囉 和我們掌控 列外套路 非常高興 這條路已經動這麼多年了 今天順利來通車 我們隔天站可以說是通往世界的大門 我們雲林隔天的連外套路 可以說通往世界的大門 今天可以透過我們所有的連外套路 可以來串連到我們住民的政策 他們的發展 也可以靠到這些連外套路 來提升福美町的公民 希望未來我們福美可以提升便宜 恭喜我們福音館完成這條隔天站的連外套路 這條道路是我們交通部鐵道局負責籌措經費 來支應這條道路的建設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張立善 張縣長上任之後 終於讓我們看到這條道路開發結果 在五個標案裡面 今天第一個標案來完成通車 這條道路是我們往南 我們高鐵站往南 那麼銜接我們土庫交流道 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的這個躍進 那麼透過五個區段的連通 將來我們高鐵的雲林站 可以連接到我們的土庫交流道 不管是要往湖尾 往土庫還是往寶中 還是透過我們東西向的這個道路人 來銜接我們的台溪或者是我們的骨坑 那麼我相信呢 這是不只是對我們高鐵營運上的幫助 特別是這樣的一個道路呢 其實也結合了我們的地方的繁榮 高鐵站南側北宮區 24米的道路順利的拖寬 那這當中呢 閒蕩了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那因為當中有這個道路上的民載障礙物 一直沒有辦法拆除 那我們順利的跟地主溝通協調以後 也保障地主最高的權利 所以他後來願意自行拆除 那也讓這個道路的這個 透寬的進行工程能夠順利 那這當中還有一些水井本身的這些移除 那這當中也要克服很多的這些困難 那我非常感謝我們縣政府公務處所有的團隊 包括我們這次監造的廠商 還有整個營造工程的廠商 極力的配合 包括台電公司 今天馬上就把我們這個路燈做好 那今天這個通車以後呢 我相信這是北宮區通車 再來就南宮區通車 那還有這五標當中這是第一標 那對於我們這個道路局來講 鐵道局來講 他們覺得非常的感謝 因為這個整個經費保留很久了 那一直都沒有辦法順利去 把這個工程順利的完工 那終於今天是第一標 第一標完工 後面還有四標 公務處已經誇下這個允諾 而且有決心 我們109年明年的年終之前 這五標全部要完成 允民幸福上成